播撒丰收 从马可福音第四章汲取智慧之光 马可福音第四章以主耶稣的比喻打开了心灵的大门 这些比喻像是密封了智慧的种子 每当我在生活的土壤中生耕时 它们便生耕发芽 主耶稣讲述的撒种比喻 不仅让我思考关于信仰的成长 也启发我关注内在生命的土壤质量 不同类型的土地的比喻 引起了我对自己心灵状态的反思 我问自己 我的心是否像路边的土壤 容易让撒旦夺走种子 或者是像石头地的土壤 欢喜虽然立刻显现 但是在苦难时期却没有根基 或许我的心是充满荆棘的土壤 让世俗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阻碍真理的成长 我渴望成为那好土 让神的话语在我心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主耶稣用风暴平静的奇迹结束了这一章 这不仅展示了他对自然界的掌权 也象征着他对我心中风暴的平息 在生活的海洋中 遭遇风暴是不可避免的 但主耶稣的同在让我确信 无论何种风浪 都不足以摧毁那些在他里面寻求庇护的人 如同种子在土壤中成长 主耶稣的话语在我的心中开花结果 在种种思考中 我更加渴望将我的心准备成好土 让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生根发芽 接触生命 希望和爱的硕果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也可以在我祷告的时候说 阿门 天父 感谢您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 通过主耶稣的比喻赐予的智慧和指引 求您帮助我成为好土 让您的话语在我的心中结出百倍的子力 当我面临生活的风暴时 请提醒我 您的权柄超越一切 您能平息我内心的狂澜 求您开启我的心灵 让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比喻里 发现您的真理 当我面对困难时 让我记得主耶稣平静海上风暴的能力 知道他也能带给我的心灵深处平安 请教导我如何善用我所接受的种子 成为在这个世界上播种您恩典和爱的洒种人 让我在您的光中行走 引导他人找到信仰的丰盛和在您里面的安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第四章经文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 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洒种的 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钱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 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洒种之人所洒的 就是道 那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来 把洒在他心里的道 夺了去 那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局之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 近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那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 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 岂是放在痘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又说你们所听的 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器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 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又说 神的国 如同人把种 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渐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无骨 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长岁 再后岁上 结成饱满的子力 骨骑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又说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 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只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塑在它的阴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买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斥责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 胆怯 你们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思考问题 一 撒种的比喻 如何帮助你理解 人们对福音反应的不同 二 种子在各种土壤上 生长的比喻 对你个人的属灵生长 有何含义 三 如何理解耶稣 所说的 有的人是听了道以后 的种种情况 四 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 对你信靠神的能力 有何影响 五 耶稣说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使他有余 这对你的信仰生活 意味着什么 结语 上面的思考题 你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这个灵修视频 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 点赞 订阅或分享 帮助更多的人 看到这个视频